射手座 射手座在五月份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你也十分受到上级的赏识 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要多留意 才雾面的检视 这样对于你及合作方 两方都会有更多的保障 家庭也是这个月的重点 家人可能会需要你的关心跟付出 不过你们可以多多的交流 多多的谈论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样子你们的感受都会觉得比较好一些 而且当家庭气氛和谐 在你工作忙碌的时候 家人也才能对你有更多的体谅与支持 你在这个月份的工作蛮忙碌的 所以工作上要保持冷静客观 这样反而可以更有效的处理 突发状况 爱情上也可能会从家人那边得到介绍 如果你是单身 可以请家人亲戚帮忙联系 也许是个好的对象哦 你在工作上还是这个月的焦点 你若能将危机化解 你会受到赞伤 而且到达一个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是十分厉害的 另外要注意身体健康 你的病痛不要忽视 不然后续会不好处理 财务方面也要好好的检视 这个月是个好时机 你可以看出哪边可以加强 哪边是可以改进的 这对于你往后的财务规划 是十分有帮助的 你要加油哦 这对于你往后的财务